到成都了 这两天在成都表姐家 我们把车子停在他们小区的楼下 旁边就是他们家 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挺方便的 四川男人都是大吃 四川人做饭 味道重 调料多 辣椒多 油多 好 来吃 进入重庆四川后 我们感觉这段路程更像是探亲之旅 朋友多 亲戚多 三年疫情未见 相聚依旧是非常亲切 特别温馨 这个要自己做的吗 都要自己做 这个还是可以 可以一块 吃完中饭 一家人一起聊聊彼此过去三年的经历 聊聊小时候一起成长的时光 突然感受到亲情是超越一切物质最纯粹的情感 谢谢 吃完饭了 吃完饭了 看看我们这一大桌子 多丰盛 胃口大开 你看这个菜怎么很大 来四川的做菜就是不一样 随便讲 这几点家吃 哈喽 成都是一个晚上比白天更丰富的城市 吃完晚饭 一家人坐着地铁去春溪路太古里一起感受成都的夜生活 看大熊猫爬楼 拍个照片才证明你来过成都 漫步在太古里 看着国际各大品牌在此 告诉自己要努力了 看看光红裸眼三地秀 满街都是悠然自在的人群 感慨 成都真是一个懂得生活 会生活的城市 最后品尝一下成都的美食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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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